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的有必要播客吗 在这个播客节目里面 我们会讨论各项新的融资项目 好让大家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 还有如空投的方法 然后中间我们会聊一些新的议题想法 尤其是关于上周Arbitron的空投 还有我们这周一系列的空投教学 最后我们会回顾一下一些新闻 包括矽谷银行 包括近期的瑞士信贷事件 好那在开始之前 我要听大家 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今天讲的 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后记得我们现在每一集呢 只要达到5000观众 我们就会抽奖 抽奖的金额从25 50 100美金不等了 我们已经抽出很多人了 公布的结果都会在区块先生的IG上面 参与的方式非常容易 就是订阅我们的IG 然后订阅我们的播客频道 不管是Spotify Google Podcast 或是Apple Podcast 然后帮我们做个留言 然后分享 今天的问题是 经历过瑞士信贷 经历过矽谷银行 跟各大三线 二线城市 小城市的这些银行 的倒闭风波 你会不会开始去想说 适不适合 要告诉亲朋好友 要懂得 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因为事实上 大家这个概念都懂了 但是都没有去做 真的是这样子 就像是 很多人觉得要做空 索罗斯也讲过 大部分人都知道要做空 都知道要Hedging 因为你拿着现货 拿着一只股票 基本上就做多 但大部分人就不会去做 可能有个原因就懒 或是真的就想说 还要学习这个 要怎么做 然后就不去做 同样的 大家知道说 近期的这些事件 让我们意识到银行有问题 可是大部分人 就是不愿意去把资产分散出去 好 那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就是项目融资的部分 那我们要来讲讲 本周还有上周 跟上上周有融资的项目 因为其实真的今年 原本没什么项目完成融资 但是突然因为银行倒闭 或是因为比特币 突然在2月的时候暴涨 种种原因 让很多项目都完成它的融资 然后也公布出来 我常常讲 为什么我们会在播客节目 介绍这些融资项目 主要原因是 这些融资项目 大部分都会发代币 因为我们频道 专门讲区块链 专门讲加密货币 大家知道 其实在加密货币世界里面 它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无国界 大部分项目的这些 社区的帮忙者 都是匿名 你想匿名 人家怎么知道你的肤色 怎么知道你的学历 社区根本不会知道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但他们还是会愿意 聘请你来帮忙 我最早期帮助的很多项目 社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我们从来没见面过 但是大家都建立起了一个默契 大家都建立起了一个信任 我觉得这个是在币圈里面 最美好 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是它不会有任何的偏见 也是在web3世界里面 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我每一周 在播客里面 都会介绍这些项目 因为我认为 在熊市 大家可以多找机会 去尝试斜杠一下 比如说帮助一些项目 去做翻译 帮助一些项目 进行社区 你可以想象 这些项目在融资的时候 它最想要的是什么 很多人会问我说 为什么这些公链 不管是Arbitron 不管是Aptimism 不管是Aptos 为什么他们要空投 免费给这些代币 出于给人家杂盘 因为你想 今天如果你要做一条公链 你最想要的 就是有人来用你的产品 拥有代币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是去激励 大家去用你的产品 这个在传统世界里面 很少看到 我们很少看到 人家会说 激励你去用 苹果电脑 送你苹果股票 但是我们会听到说 买一送一 这类型的激励形式 但在币圈里面 代币的成长空间 就非常庞大 所以说某方面 它很有很大的 成长的机会 变成是说 很多空投 我们会听到 很夸张的数字 可能500美金 1000美金 甚至还听过 上万美金的空投 对于这些项目来讲 它除了想要用户以外 它需要的是 有人帮助它 可能你今天会讲 一个特别语言 比如说你在泰国 你在日本 你在韩国 或者你在台湾 你就有机会帮它去拓展 相对应的市场 我在上一集里面有讲过 我们曾经有个群友 分享一个故事给我听 就真的是那种家破人亡 然后没有什么能力了 然后就去帮忙建立社区 然后一次斜杠 十几个社区 然后每一个呢 都有机会获得代币 但有些代币 可能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对它来讲 它非常的开朗 它不会去觉得说 我今天选了这个项目 给了代币是归零 我就不去做了 它反而从中一遍一遍的学习 到非常会经营 到现在有四五十个人的团队 去做这件事情 做一个专门的 经营社区的事情 每一个时期 每一个时代呢 都会有专属的这种职业 去for 特定的产品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到以前 IG到网红 到现在有专属经营网红的平台 同样的呢 我们也会看到 专门经营 币圈项目的平台 那有些经营的好 有些经营的不好 有些就像女巫攻击一样 就是非常low quality 那你经营的特别 经营的好 就有机会获得到 好的回报 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跟比如说 你今天会修水电 有点不一样 水电大部分 大同小异的价格 对吧 在币圈里面呢 你如果会经营社区 你有可能的回报 是你想象中的一百倍 比如说你今天 可能早期的 UNISR帮忙的人 他用UNISR 最后的估值 给你作为奖励 那可能你获得到的 一千美金的 这个收入 可能会涨十倍 因为他可能用 一千万估值 出来给你代币 对吧 设置于更低的估值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 这种可观 很期待性的 好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 这周我要介绍的项目 好 第一个项目呢 是叫做这个 Infinity 它是一个 去中心化金融的 这个借贷平台 然后呢 它的领头方呢 叫做Laser Digital 它融资的金融 并没有公布 哦对了 基于最近太多人 在问我说 Chris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 整理起来 我们已经开始把它 整理到一个 Google Sheet里面 未来会分享到Notion 所以供大家 上去参考 然后我也会联络一些项目 因为有些我是认识的 所以我可以联络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 职缺开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去上面找 好 第二个项目呢 是叫做 Identity 然后呢 它是一个这个 去中心化的 验证平台 ID平台 融的资金也没有公布 然后领头方呢 是Blockchange 好 第三个呢 是NFEX 它是一个衍生性金融产品 然后专门在NFT市场 融了300万美金 领头方呢 是Ember Group 还有Firestone Venture 再来呢 是第四个 是这个Iron Block 它是一个Blockchain Cybersecurity Platform 也是做治安的 然后700万美金的总指纹 领头方呢 是Collider Venture Disruptive AI 跟Perify 还有Samsung Next 跟QuantStamp 然后呢 第五个呢 是这个 我看一下它叫什么名字哦 Colibrio 它是一个Web3的拍卖平台 Order Flow Auction 这跟交易相关的 然后呢 投资方呢 是这个Jump Crypto 然后Delta Blockchain Fund 跟Everstate Capital 融了200万美金的总指纹 再来呢 是Crypto Index Platform 项目叫做Alonside 这个就蛮猛哦 这个融了1100万美金的总指纹 领头方呢 是A16Z 然后参与的 有Coinbase Venture Franklin Templeton Village Global Soma Capital FJ Lab 还有这个Boring Capital 像这种哦 基本上就有机会 发币上Coinbase 我觉得 它是做一个 Crypto Index Platform 我们就指标的 有点像我们之前 介绍的Index项目 就是那种 比如说那种什么 SP500啊 但是是这个 加密货币版本的 再来是 Aura Network 它是一个 Layer 1 NFT Centric Blockchain 它是做一条 专属NFT的公链 融了400万美金的 Pre-A-Ren 领头方是 韩国的Hashed 跟这个东南亚的 Coin98 Venture 参与方呢 有Gilfai Is Tari Venture 跟Republic Crypto 再来呢 是Modular Cloud 它是一个 区块链的工具 提供商 融了170万美金的 Preceed 轮 就总值轮 前面一轮 然后呢 领头方呢 有Mavin 11 Blockchain Capital 其他参与方 有NFX Celsius Foundation 跟Eclipse 再来呢 是Sending Network 是一个 Web 3的 这个 沟通平台 Communication Platform 然后呢 融了 1250万美金的 总值轮 领头方呢 是 Insignia Venture Mindware Capital Sigman Capital 其他参与方 有K3 Venture Lend Fund Innovation Fund Up Honest Capital 跟 Ipolo Investment 再来呢 是Selsa 这个logo也长得很酷哦 大家如果想知道 可以去IG上看 我们也会放在上面 这是一个 Web 3 Native Messaging Platform 哇 所以怎么都是 这种沟通平台 因为其实你知道 以太坊自己 也有一个layer 叫做这个 叫做Whisper Layer 也是一个Messaging Layer 就是呢 不管你是合约交互 或是呢 最基本的这种 沟通 有点像这种 这种沟通平台 像是WhatsApp 也是有的 这至于现在有人 想要做去中心的话 Telegram 像以前Tom在做的事情 好 而且大部分这种 都会做成一条公链 它融了200万美金的 Presirum 投资方有 Ideo Collab VC 跟Inflexion XYZ 其他参与方 还有Superscript 再来呢 是这个Nephter 它是一个Web 3的 这个开发跟工具平台 融了500万美金的 总指纹 领头方是Play Venture 参与的有Polygon Venture 7X Venture Safirmian 跟Picas Capital 再来是Stello 它是一个Web 3钱包 然后呢 融了600万美金的 总指纹 领头方呢 是A16Z 还有First Round Pure VC Box Group Chain Forest OpenSea Home Brew 还有Exulogler 哦 再来是YGG 哇 YGG又出来融资了 YGG是一个这个 这个打经工会 去中心化打经工会 然后融了1380万美金 参与方有DWF Lab 还有呢 A16Z 跟Galaxy Interactive Sanha Capital 还有这个Sancter Capital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 Ultimate Champion 它是一个NFT的 这个Fantasy Sport 然后呢 融了500万美金的 总指纹 领头方是 Sisu Game Venture 参与方有Safirmian UOB Venture Signum Capital 2B Ventures 还有这个 MagM 再来是一个 零知识的 硬体平台 叫做这个Sysic 融了600万美金的 总指纹 参与方是 Polychain Capital Hashkey SNZ Holding 还有ABCDE 跟Web3.com Foundation 再来呢 是这个Fee PHI 这项目 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 介绍 它融了200万美金的 总指纹 领头方呢 是Chapter 1 Delphi Digital 然后参与方有 Polygon Venture GBV Capital Mass Network Japan 跟这个 Next Web Capital 再来是 Million on Mars 它是一个 Blockchain Based Space Simulation Game 反正也是一个 练游 融了350万美金的 这个Funding人 然后呢 参与方呢 有Great Southgate 跟Wideast Partner 还有这个Solana Lab 再来是Rocket Pool 这个是做LSD的 然后呢 被Coinbase投 然后没有公开 投资金额 这起来让我想到一件事 因为 因为LSD这种东西 Kraken近期也不能做了嘛 Coinbase可能也不能做 所以去投这种 蛮合理的 这样可以把这个用户 倒过去 至少确保自己 还是有这个份额 再来是一个 这个项目叫Renegade 哇 这个logo超帅的 这个大家如果想看 要去IG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灵芝士的暗池 ZK Dark Pool 融了340万美金的 总值轮 只有一个投资机构 Dragonfly 再来是 Gateway.fm 它是一个 区块链的 这个 Infrastructure 提供商 然后呢 融了460万美金的 总值轮 领头方是 Leminist Cap 参与的有 CMT Digital The Lau Very Early Venture Phantom Foundation Folius Venture TRGC MetaWeb Venture Factor Venture 还有Unstoppable Domain Venture Unstoppable Domain都有Venture 再来是 Paper PAPR 是一个 NFT的借贷平台 融了300万美金 领头方呢 是Coinbase Venture 再来是 Curio Web 3的游戏开发平台 融了290万美金的总值轮 然后领头方是 Bang Capital Crypto 参与方有 TCG Formless 还有 SmartyLab 跟Robot Venture 好 这就是我们这周 要讲的项目 实在太多了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 没讲的话 记得 去我们的IG看 或是呢 我们近期会把 这个所有分析的项目呢 都PO在 这个 呃 我们的 Twitter上面 所以记得要去订阅 然后看 我们到 下一个环节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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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到了 今天有必要播客的 第二个环节 那今天聊一些 呃 跟AI相关的事情 因为我们上周聊到了 为什么要持有 比特币 为什么要持有 加密货币 不是说大家 要把一个鸡蛋 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就是加密货币 而是叫大家要了解 说要分散这个风险 对 你不要 所有东西都放在银行里面 对 因为其实政府能保障的 就这么多 那不如你把它分散 在各大家银行 这也是一种做法 同时间你也可以把它分散到 黄金 设置于房地产 或是其他国家的房地产 是一种方法 设置于大家现在 聊的是护照 就是说 不要只有一本护照 可能要有 第二本护照 都有可能是一种 想法 因为你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所以呢 我们这样聊的 当然跟这没有关联 我们这样聊的是 这个AI部分 就是说 现在 很多的这个project呢 他们都在用AI 那 这边就很多人不爽 对 就会说 为什么现在插画 可以这么容易被取代 或设置于呢 我们看到就是一些 贴图的作品被取代 但是这其实我们认真去想 过去 大家都在赚一个 知识差 设置于 有点变成被当盘子 比如说 我们以前在 十年前好 说要做一个网站 可能要去找 如果你自己不会开发 你不会写 HTML CSS JavaScript 设置于就算会写 可能也 做不出一个好网站 对不对 因为你有各种的插件 要 但当你需要做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就要花一笔钱 然后这时候就会有资讯差 对不对 不管是 多加一个功能 或是呢 你要去连AWS 你要把你的这个后端做好 可是其实你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网站 搞不好你是去开一家花店 或者是咖啡厅 对不对 但有可能你付的钱呢 是过高的 对 然后 然后可能对方就是套一个 这个Wordpress的模板 对 可能去Envato下载一个之类的 I don't know 十年前可能没有Envato 但是 You get my point 就是 每一个时代呢 会有它赚取资讯落差的一个时候 再来就会被取代 后来就出现了像 Weebly Wix Shopify 还有各式各样的 社区现在大部分网站都有专属 让你构建自己 属于特定服务的网站 对 社区连这个 Cloudflare都有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比如说你用Wix 免费就可以做一个网站 可是你要放它的logo在上面 花一百块美金 你就可以有域名 logo跟GCP 然后呢 用这个Google Workspace 然后你可以各种插件 基本上都免费 那这时候 它有取代专业吗 没有啊 就是你要开一个网站 你要开一个花店 你要开一个咖啡厅 这样子的网页 其实就可以用了 对不对 同样的 你今天如果需要做一个 你花店可能要摆一个 这个poster 你可能要放一个海报 那以前可能你要去找 插画家做 然后去影印店 帮你影印出来 这样哈巴当当 可能要花给你五千块 甚至于几万块 那现在你可以直接去conva 做这个事情 或者你花店今天要寄邀请卡出去 你透过conva 就可以做出来 就可以做出来 一年只要花你五十块美金 你要做上千个上万个都可以 那这样子 有取代专业吗 没有 但是这样就够好了 对于开花店的人来讲 这样就够好 它降低了它的开销 同样的 现在你可能你的花店 有经营脸书 你有经营推特 你有经营LINE 所以你想要有一个 你的花店社区专属的贴图 以前你可能要找一个 插画的人去帮你画出来 然后才能上架 搞不好赚到钱 要分他一些 这就是你要改一个东西 就像刚才讲的网站一样 你要看他们的脸色 对不对 那现在其实 你用mid journey 用runway 就可以做出来了 然后mid journey 还是免费的 对所以说 那这样有取代专业吗 也没有啊 但是实际上 这个花店的人 就是不需要一个专业的人 他不需要一个 学了五年十年 画画的人 来帮他做这个事情 他只需要一个 简单的贴图 那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的目标要赚钱 所以他目标是省钱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在一个 又是一个转弯点 是大家要认真去想 自己的能力 和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大家要继续 赚这个知识差 然后把付钱人当盘子看吗 还是说呢 要去了解说 我要开始利用这些工具 来降低 我的这个费用 然后呢 更好去服务的人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如果有用Fiverr的人 就会知道 像我们最近有一个 投资的项目 他要做UiUX Figma那些的 就是要做网页嘛 对 然后要设计得好看 他们主要都是开发者 所以他们不想要去搞这些 这个 这个 这个UI的部分 那以前呢 你就会要请一个 专属UIUX的人进来 设置于同时间 插画 这些有的没的进来 对不对 那可是你想哦 这时候你要请他 然后当你不需要用他的时候 那他要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我作为一个天使投资者 看到很多这类型的现象 在各大公司里面 就是你请了一个专属技能 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 专业 但是你不需要永久用他的专业 那你要叫他走又很麻烦 就请神容易送神难嘛 所以说 我觉得所有人要 转一个概念 就是说 OK 比如说我刚刚讲这个Fiverr 这个团队哦 就直接去用Fiverr 找了一个乌克兰的这个团队 帮他做了整个网页 前端后端 admin control的UI 花不到六万台币吧 那你要 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跳出来 说我们在台湾学了什么 学了十年 我当然可以收你个二十万左右 说实在三十万我都看 通常这些我投的这些新创 不管是国外来或怎样 我都会去帮他找一些 这些需要的人才 跟你讲 每一个人开的金额 都是一个比一个高 甚至于还会有人觉得说 我原本这边是多少钱 我下一个工作 就一定要多10% 20% 那现在大部分 所有的VC 就像是SVB事件一样 所有的VC 投资者都会同一句话 SVB出事吗 还不确你有没有出事 全部领钱出来 同样的所有投资者 都会讲一句话 这去年YC就讲过了吗 开除说你不需要的人 不要去想 对 要值遣费三个月两个月 就去付 因为你 你把它丢放在那 就是一个sund cost sund cost是什么 sund cost就是你放在那边 像一个 就像是你订阅了 这个Netflix 可是你 一年四季 只有一季看Netflix 你另外三季 都是sund cost 所以 讲这个的意思 是说 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取代 以不同角度来看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团队 你是一个开发者 可能我们刚刚讲的 Conva Majority Chat GPT 就可以解决你大部分的问题 那你不需要相对应的人 因为你现在还是一个 新创的阶段 那对于 刚刚讲的这些 比如说 提供这些专业服务的人 他这时候就要去想着斜杠 他要去想着说 我现在不能再 用这个价格 去收费 因为你 就是你收费的人 不是傻子 他过没多久 他就不会再回来 他知道有这些工具 他知道有这种方式 对 所以 要去想就是说 如何 去换一个思想 就觉得说 OK 我的职业即将被取代 我应该要做什么 这个事情 大家应该听过 爸爸妈妈讲过吧 比如说我常听我爸讲 就是以前都会说 他以前的产业 怎么被 就是科技产业取代 就像现在开实体店面的人 有店面开40年 全部被取代 台湾有一家三明治店 以前有一百家 现在剩下几家 之后全走网路 就是 因为大家都UberE 直接中央厨房出来 没有人在开实体店面 那都是商贷 对 所以 一定会被取代 那 既然现在你 二三十岁 可能就要被取代 那这时候就要想 下一个是什么 对 而且最好 运气好的员工 遇到的好的老板 就是会告诉他说 你即将被取代 所以你要怎么去 跳脱这个思维 去改变 你所要做的事情 对 然后去pivot 就像 我在投资公司一样 我去看的时候 你如果今天在Solana上开发 你已经 Solana已经快 没有机会了 那你就去Aptos 你就去Sweet 不是说未来 你不能回来Solana 但是你不要 使称在Solana 这个就是我讲的 Cognitive Bias 你不要 开一家餐厅 你不会听到一个厨师 说他煮的东西难吃 对不对 但他就是没客人 这就是 那他就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你当你作为一个投资家餐厅的人 你会不会很紧张 你会想说 干 他怎么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煮的东西难吃 或他已经被超越了 同样的 你今天团队有一个 你已经觉得 他不太需要他这个技能 他却没有去意识到说 他这个技能 现在不被需要了 这就是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警号 所以我在 像我每天 花很长时间 就是跟这些团队在聊 然后去想着说 因为很多公司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今天我们每一期 讲有必要播客 都会讲到各式各样融资的项目 融了一百万美金 比如说 一百万美金 他能烧多久 大部分项目大概烧一年 就差不多 就是以新创 以加密货币新创来讲 对 那他每一个人事费 减少 都有可能延伸 他的这个burn rate 因为在熊市里面 融资变得更难 所以他更需要去想说 这个原本是做A事情的人 能不能做B 能不能做C 这也是为什么 我刚讲说 你的专业 可能要被AI取代了 那你要去想的是 怎么增加一些新的技能 对 你要怎么透过 Chair GPT 你要怎么透过AI 从你原本 只在那边 扣杯说Mid Journey 把你插画能力拿走了 而是去想说 怎么透过Mid Journey 扩展出更多的生产线出来 扩展出更多的职业 技能出来 这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 是因为我在看 就是我们讲说 我们频道现在都在讲很多AI教学 所以你知道 你在看AI教学YouTube频道 下面留言 最常出现就是 相对应的技能的人 下去留言 比如说你看到 教你怎么用 Runway Deep Infusion Mid Journey 这些大家 如果有看我们节目 或是Delle E 有用过的 你就会看这些 很火的教学影片 十万人以上 你就会看到 不管是外国人 或是亚洲人 都会在下面留言说 这个侵占版权 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是拿某某人的图 他也讲不出来 是谁的图 然后AI去学他 AI 这就是超级倒退的思想 这最现在 A片龙头的网站 都在 要出AI 像我上次有讲过 我们有看到一家公司 已经有好像两百万注册量 就专门是做 人脸改变的图 来做A片出来 这就让我想到 以前有多少人 因为什么 人脸转换 当然可能有肖像权 我不知道这边的法律 是怎么样 我只想讲说呢 当然法律永远都是 我只想讲 法律永远都是 都是倒退走的 但是你看 今年AI普及后 干每一个人都有AI 每一个人都有变脸的能力 谁还会 难不成你每一个人都要关吗 就是 就是这让我 我每次在讲 这也有必要播客 最常讲 就是去想这些事情 就会觉得很夸张 你知道像 干有人杀人放火 关个十年 有人用AI变脸 创A变或什么 你要关它十五年 二十年 就是 My God I cannot believe it 我就是 当然 我不认为说 那是好事 但是我只要 我只是觉得说 很多这些事情 都在慢慢被取代 对 难不成我们要 像我在看那个 Joe Rogan的那个辩论里面 就是他 不是sorry 他的podcast里面 他就在笑说 靠 对 所以 这东西 迟早会发生 也正在发生 同样的 我最近看了一个更酷的工具 我过几天就专门拍一集来讲 就大家可以想象广告 自路性广告 现在也完全被AI化 为什么这样讲 局来说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 就是突然主角就拿着一瓶饮料 就拿着一瓶饮料 然后上面就写着可口可乐 你马上就知道 这自路性广告 那以前就整部电影 不管它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都是那瓶可乐 对 大家有没有看过 金肉人 一个卡通 日本卡通 它里面就是基业家 对 我听一个故事 就是另外YouTuber在讲 就是说 那是无偿的 对 然后金肉人 就永远是基业家 他也不能换成 其他家的这个丼饭 他就是基业家 那现在有一个AI公司 超屌 他不用管你绿幕 以前大家是搞个绿幕 然后在什么Photoshop上去 现在不用了 他直接透过AI 就比如说你今天 拿着是可口可乐 你就是这部电影 假如说我们说 阿凡达好了 不要阿凡达有点怪 你选这个 妈的多重鱼 之后这样子 可口可乐 对吧 他可能就是买六个月 六个月后呢 这个电影可能上到 Netflix后呢 他可能就变百事了 因为百事买了 他下六个月的 这个广告 Fuck 那你想 突然就多了很多收入 突然多了超多地方 可以打广告的 就是你变成是说 今天主角 喝着一瓶 这个 Louisa 下周 可能就变成 Starbucks 他主角 可能 是John Wick 正在对某个人 开枪爆头 停车站后面 有个大 大的这个广告 在电影里面 直接变成 另外一家 上市公司的东西出现 但 电影公司 一定会去 跟这个一家 AI公司 想说 这个广告 怎么样自入 才不会看起来 太突兀 但是重点是 That's the fucking future Right 甚至于 同样我们刚刚讲 那个 成人影片 那个东西 它也有广告自入 你可以让一个 爱情动作片的人 背后的刺青 变成 你家的饮料店的广告 就是 就完全改变 我们对于 能 自入广告的方式 因为 AI 对 大家不要想 AI就是 这个chatbot 在那里回答问题 而是它可以用一种 很聪明的方式 去改变你的肤色 改变你的衣服 改变你的颜色 不再需要 人工去加工 因为AI 运算能力更强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 人脸变数 我想一想 人脸变数 讲这个 不是很好 因为 很多人真的是 拿它去牟利 或什么 但是我想要讲 刚刚那个意思 也是说 那有点不可挡 对不对 那未来 我认为未来一定会 这种法律 尤其在美国这种地方 一定会改得更正常 因为美国 天天每个人 都在改川普的脸 在各个地方 对不对 改各式各样的 搞笑图出来 所以 我们不能用 传统的思维 去封闭掉 科技的进步 好 这就这一集我想要讲的部分 我们最后待会讲一下上周的新闻 然后我们就结束这周有必要播客 又回来了 今天来到有必要播客的第三区域 就是讲解 这几天发生一些事情 我想要澄清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AI这边 或者是讲 大家的职业或什么的 这地方有点讲得太重 但是 我的本意是想让大家了解说 AI真的是算是个奇异点 我觉得与其告诉大家说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应该要让大家去了解说 它正在发生 那要怎么去整整自己 对 怎么不让自己被取代 同样的刚才讲法律的部分 我也觉得 可能各国的看法也不一样吧 但是我认为 然后每一个人的看法也不一样 但我觉得 既然变脸会变得这么容易 对 美图修修这些东西 这么容易 而且会越来越容易 因为美图修那倒还只是一点点 AI变脸超扯 Deepfake已经到另外一个层级了 而且呢 为什么TryGPT这一次这么疯 是因为 大家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 用到极强大的AI运算能力 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像摩尔定律一样 它会一直倍数成长 所以说 未来所有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 那我们 就有点像 就有点像 谋杀一个人一样 就是大家可能 我认为这种相关的东西 真的要好好重新思考 好 因为我们回来 新闻的这个地方 第一 FTX 新的电子邮件显示 FTX在倒闭前几个月 与FDIC会面 然后呢 Coinbase首席法务官说 FTX所做的事 是侧头侧尾的诈欺 市场部分呢 Coinbase股票 因巴西扩张消息而飙升12% 在加密货币乐爱者 在银行危机中 提涨并提升 比特币的避风港地位 这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现在这个 银行倒闭的这个风波 总统经济报告 抨击加密货币 无视基本经济原则 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 游戏巨头 Nexon为NFT游戏 Maple Story Universe 使用Polygon 这我们下周会做一集讲 Sony最新的NFT专利 推出表明 PlayStation的Web3路径 我说过吧 所有人都会进来Web3 别再觉得它只是一个 随便的字 Facebook都改名叫Meta 真的 要去看一下 SCC传唤SushiSwap SushiSwap向SushiDal 提出法律辩护基金 Oh my god 这个听起来超惨的 这个我还没有看 这个之后要来了解一下 这真的 这种去中央外交易所 走出问题就很惨了 Magic Eden推出比特币NFT的 Ordino市场 这个Ordino真的有够难交易的 美国国税局考虑对 实体艺术收藏品一样 对NFT课税 EVE Online的创始人 CCP筹击4000万美元 用于创建Web3 这个超屌 EVE Online如果做 像EVE Online或是 Star Citizen做 去中心化版 我觉得超屌 搞不好有人真的就在里面 搞得像Ready Player One一样 就在里面 创自己的公司 然后在里面赚钱 因为那个游戏超庞大 它是用那种 PCG的方式 就是一直生成 它是无限大 有人认识 那个Minecraft DeFi Lama闹剧结束 沟通不上 决定没有 这个发币计划 这我原本想说要拍一集 但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不在乎 就是粉DeFi Lama 这个现在很大的 就像Coin Market Cap Coin Gecko一样了 然后大家看我直播也常用 他们原本想说要发一个Lama代币 后来有内讧出来 然后这个Euler的攻击者 决定把这个代币 偿还回来 然后呢 弗洛里达州的州长呢 提出禁止CBDC的州立法 好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瑞士信贷倒闭 然后呢 被这个UBS瑞士银行收购 那现在 Arthur Hayes跟这个 Belagi 就是Coin Bay前CTO 都出来说认为说 90天后比特币会来到100万美金 然后开启了这个赌盘 基本上现在有两个人 公开跟Belagi对赌 然后如果没有达到100万美金的话 要赔200万美金出去 其中一个赌的是hyperinflation 所以如果hyperinflation有到 没有达到100万美金 比特币没有到100万美金 但是有hyperinflation的话 就是这个 我们从这个通缩 又来到通涨的话呢 那就会不用赔钱这样 基本上 我们明天也会讲到 就是各大银行的这些 曝险的问题 尤其是美国现在又在印钞 而且多了一个新的BTF 叫什么 BTFS的一个新的政策 这样就是无线印钞 对 好 最后我想听一下 加密货币投资 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话 就绝对不要碰 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金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re in the center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i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后我希望大家 在这一集有需要性的东西 不管是难的 简单的 或讨厌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集讲的 还是比较那个一点 我觉得每一集 有必要播客都要讲 像上周讲比特币 讲要怎么分散 自己的资产的这些 有些人喜欢金 有些人不喜欢金 但我觉得这都很重要 AI部分也是一样 我常会跟身边的伙伴们讲 就是真的要多去使用AI 要多去了解说 自己到底要做到 对 时间最重要了 对 自己能学什么 如果自己能做的事情 能被别人做的话 那自己还可不可以做更多 对 这很重要 好 那我们下一集见啦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出去 拜拜 我们明天见 拜拜